不过大吃一顿倒是吃得起吧 现在跨年夜好多人要来去餐厅了 所以现在连锁餐饮集团旗下的火锅店 就看卷这样的商机 特别扎开的是宵夜厂 说他们要营业到凌晨三点 让你吃到半夜定位已经额满了 另外一家连锁火锅店 他们是退出和牛吃到饱 而且可以边看101 厚实屯大骨的辛香料 熬制入味的四川麻辣锅 搭配六种鲜嫩和牛 干杯鲍鱼再来几口 冬天吃上这一味暖心又暖胃 跨年晚想吃有机会 餐饮集团首度加开宵夜场 直接把营业时间拉长到凌晨三点 跨年晚肚子二不妨来吃点 讨论度最高的和牛配上麻辣锅 一旁还有王美级的牛海炉铁塔 不只是好吃又好拍 而当你完成指定任务的时候 还能再多送你一盒布雷里盒 定位的状况的话 基本上假日我们都是定满的 包含跨年那一天 然后我们定位状况 已经有预期会提升二到三层 汤筒临栽加勒比海大龙虾 咸甜口感厚实弹牙 这家连锁火锅店 不只和牛吃到饱 还有数十只鲜虾围成一圈 整张桌子白好白满 一旁的落地窗 还能直接欣赏一铃营烟火 虽然260席不到一小时就秒杀 但还有门市不打烊 能让你一路开始到凌晨一点 跨年夜冷滋滋吃上一口双酱牛肉 配上麻辣汤头暖的身 这家连锁品牌九成的店家 都是从中午营业到凌晨四点 预计跨年档期宵夜时段 业绩能成长三到四成 目前为止在我们的比较都会区的 或者是有举办跨年活动的 一个附近店家 那目前的定位呢 已经超过大概是八成 迎接2023跨年夜 餐饮品牌应援加开宵夜场 要让今年的最后一夜 一路客锅到明年 东山新闻 五博夫一文台北报导 看盘不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